这是一个比较酷的美日一达 回答一下车本的想法问题 第一个车本说你看这个缺铁还在缺水 叶脉发黄不是水大就是肥大 它不是什么缺铁的缺啥的 你只要这一片一片的黄 它就是说缺水或者是缺肥 明白了吗 这个叶脉发黄就是水大 有话说老花你怎么知道 我一看这个就字字花 字字花就这么判断 你记住这个点就行了 他车本说蓝小花咋回事 谢谢 跟蓝小花有点缺光 有点缺光缺肥 还有一点点的水大 知道吧 加强光照适当控水 加上肥料 像我说垂丝墨里黑尖了怎么回事 你只要是出现黑尖都是根部的问题 都是积水物根 像我们你看苗床 它通风性就很好 明白了吗 你要记住了 不论是什么植物 一定要有氧气 一定要透气排水的 它才长得好 不论是什么植物 下个臭宝说没有牙虫 叶子慢慢的变黄 脱了一根的 你那个叶子太多了 它不就脱了吗 它长不过来 你看我们的垂丝墨里 那边的那些基本上都是在人为的修剪 不会让它长得杂乱无章 因为你如果说营养很分散了 它就有个别的 它自己就去掉了 所以说你人为的剪掉 会利于它长得更好 这个就叫欲不拙不成器 我们老话还叫 树不穿不成苗不成材 知道吧 所以说你修剪 不好的那种枝条做的 你剪掉就行 尽量保留个棒棒糖多好看 你看那种开花多漂亮 仙气飘飘是吧 下个抽包说米兰养的不太好 用硫酸压铁了 你这个是水大敲光通风差 你用硫酸压铁干嘛呀 用的多了就终于给它烧嘎了 明白两码抽包 你一定一定给足光照 你没有光照 你用啥也养不好 有话说我用补光灯 你跟我大舅这样 我说你娶个媳妇才能传统接待 我买个娃娃 买个充气的 买个电动的 你不是瞎扯的吗 它能完全取代吗 它取代不了 懂这个事就行 现在怎么办 你把那个干枯的字条剪了吧 加强光照 盆也有点大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好吧 这个托盘里面别积水 给住光照 适当的用一点点杀菌药 等后期之后呢 它稳定如病情 你再加一点点肥料 慢慢的加 别多了 少吃多餐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知识 白了抽包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嘿